中国介入台湾的选举 目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希望有个跟他合作的人当选 这个我想不必多说 也就是他绝对不希望 坚持台湾本土议事的 也就坚持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国家 这样子的一个立场的人来当选 那这个当然就比较好 他未来在世界上论述 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就比较容易了 所以他的界选是立体的 我们一定要知道他是非常立体的 我们不要看一个部分 比如什么叫立体 上层结构 直接在最高层的政治人物 他设法透过接触来传达中共希望的意思 或者希望未来两岸如何如何的 这个是非常清楚 然后中层到最底层的宫庙人员 宫庙的一些主管人员啦 学界的朋友啦等等的 全部的 甚至于里长他都一批一批的来交流 让他们能够来落实或者帮助中国的意志 能够到台湾来宣传 这个答案就很清楚了嘛 那这个立体的 我光不要讲别的 如果讲这次选举 你知道马金为什么在这次选举中 你看看到最近大家发掘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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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么样 以前马金不挺好的吗 怎么金对马 电话居然爱理不理呢 事实上这个我自己的了解啊 因为在今年年初在马金 应该是六月份吧 六七月间跳出来的之前就有人 就问到为什么光金普冲 那马英九居然没讲话 后来我就了解了 原来其实金普冲对于国民党 这一点可能 等一下有议员啦等等 我不晓得我这样讲 对不对啊 就是国民党内部有一些人 包括金 对于今年是大选年 国民党接二连三的重要的人 是往中国跑 觉得对于选举非常不利 所以金就去劝阻 二月份好像是这个 二月份好像是这个副主席嘛 我这个名字不记得了啊 三月份是马自己嘛 好像是这样子 然后四月份又是那个谁啊 刘兆璇嘛等等 五月份然后那个侯友宜就出来了嘛 六月份金就出场等等等等 金一直觉得说这个 跟中国的问题 如果不好好的解释或论述 国民党在台湾的选举会越来越趋于劣势 这个其实这个论述是没有错的 只是看你怎么做 比如说 这一个国民党前任主席 他的名字叫江什么来的 江启臣 江启臣 对不起啊 我这个人年纪大 这个气名气不好 江 江 江 他就曾经在两岸论述之后 尝试有新的论述 如果大家还记得 他很努力了 一年没有成 可是我并不是在言语啊 我是在讲说 有人在做这方面努力 知道中国的因素 不见得有利于国民党 因为对选民来讲 他会担心自己的主体意识 所以就对国民党会有一些 这样讲好了 中国是这个厌恶的设施吧 所以你如果太靠近了 他可能就 选民会有一批人会远离 尤其是年轻人 那既然如此 你就会发觉到 既然如此 你就会发觉到 这个 这一次 现在蛮久 这个跳出来 为什么会有一部分 人就会怀疑 这跟中国可能有脱不了的关系 那等等等等 甚至于 为什么柯文哲三不五十 也会被人提醒 说他可能 越来越讨中国的喜欢 就是因为他过去办了一些 跟中国的活动啊 等等的 这些都 都有连结嘛 所以这个就是 中国介入台湾的学 我不想未来六十天 中国还会做什么努力 可是我绝对相信 他会继续介入